这里就是河南和湖北的交界处 一路之隔 两边的面貌大不相同 大家先猜一猜哪边是河南 哪边是湖北 看到没有 这两边呢 都在相互的走亲戚 这边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这种差异句话和差异话非常的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马路上面 双向三车道 然后这边的路呢 是双向两车道 你知道这边的路啊 是一边出一半钱 还是谁出钱修路呢 你们知道吗 看到这边的房子啊 是不是感觉 然后非常的就是乡村化 在这个农村里面都这样的房子 看一看这边种的是什么 这路边呢 都开始种起了菜 连这个路灯下面也有菜 现在应该这个季节 种的都是些菜苔呀 白菜萝卜 还有什么青菜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房子啊 非常非常的 就是有历史年代感 好像现在农村呢 都种次建房 然后很多家家户户啊 都是贷款建房 一年到头啊 也住不了几天 到时候房子又旧了 等到自己家小孩呢 结婚了 然后又要重新的花钱了 又要把它装修一下 前面有一大片的菜园 看一看这个菜园里面有什么吧 呃 你们平时现在种菜的话 都种的是什么菜 和这边的看是不是一样的 我跟大家说吧 这边的眼前这片房子啊 就是湖北 湖北这边的房子啊 感觉就是自建房那边河南那边呢 可能是由于拆迁啊 搞一些建设的原因啊 城市建设啊 乡村建设 所以呢就搞了自建房 搞那种小区化物业化的房子 白菜菜台之类的啊 从这边过来看到啊 这房子三层楼楼顶呢 基本上都是那种仓库啊 然后大平成之类的 然后看到这边的还有一个停车库 旁边的矮房子红色的 看到没有就这个房子旁边 家家户都有停车库 看到没有 那边湖北啊 这边湖北啊 真的是有钱了啊 家家户都有停车库 然后楼房是两层的 然后这边的树木啊 也是非常的高大 这马路虽然说没有像那边的马路啊 修的那么漂亮 上车道 但是呢 说实话 我感觉这边人啊 过得更安逸一点 自给自足 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相反那边的房子 还要交物业费水电费 呃各种费用 成本还是高一点的 然后那个马路对面有河南 等会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吧 主要是看看这边的一些房子 衣服呢就上到门口 也不用担心别人偷 也不用担心拿走 像往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纳于纳肉啊 都会被别人拿走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边居然还有摄像头啊 不知道是对面的河南站住的 还是湖北这边呢 自己的啊 这个摄像头啊 主要就是用来看有没有偷 纳于纳肉 毕竟快过年的吧 平时也用不到什么作用 然后那边的房子 也是很多门都打开在 看看这边呢 河南这边啊 非常的漂亮 路灯呢 是一个比一个高 居然还有斑马线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好多这样的啊 这种就不是自建房了 这就是呃房企啊 然后开发商啊所打造的 这边还有防盗网 里面树啊 都种在这个家里面 然后这边呢 就是看到马路边也一样种的菜 虽然都住上了高楼大厦 但是那种种菜的习惯 还是没有变得 吃给自足 然后这边的菜好像都被吃光了 看到没有 这地上种的都什么菜 萝卜 这个应该是萝卜 我记得很清楚 你们感觉这两边的房子 是不是感觉差异化非常大呢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吧